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契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相当股市 在阿里巴巴和腾讯即将发布季度财报的推动下 飙升至9个月来的新高 腾升指数上涨了0.4% 达到19181.06点 这是这是自2015年8月10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上海综合指数也越有上升 和指数也越有上升 比起阿里巴巴的第一季度收益将增长30% 而腾讯的收益预计将增长超过30% 接下来日本防卫部门对一段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 无人机拍摄的日本军舰视频表示担忧 这段视频显示了一艘停泊在 航须贺海军基地的日本军舰 并暴露了日本防御系统的漏洞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严肃对待此事件 并呼吁开发新的防御措施 最后香港一年一度的长洲包山节 预计将吸引约6万名游客 比去年增加了2万人 尽管如此 由于节日恰逢工作日 当地包子制作商对游客人数的预期 降低了20副30% 今年的推广活动包括 无人机表演和包山台展示 旨在吸引更多游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股市在阿里巴巴和腾讯 公布财报前继续上涨 1月4月4月5月5月大涨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接近9个月来的最高点 首中国科技公司季度财报 发布前的涨势推动 恒生指数上涨0.4% 达到19181.06点 这是自2015年8月10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科技指数上涨1.5% 而上涨综合指数略有上升 预计阿里巴巴的第一季度收益 将增长30% 而拥有微信的腾讯的收益 预将增长超过30% 在这个背景下 香港股市的表现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尤其是在科技公司领域 投资者们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的预期 显然非常高 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请业务遍及全球 第一增长预计将达到30% 这无疑对市场注入了强心计 而腾讯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公司 其收益也预计将有超过30%的增长 这进一步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 与此同时 ESR因私有化提案大涨 这也是推动市场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ESR是一家亚洲领先的物流地产平台 及私有化提案 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投资 但一消息无疑对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利好 进一步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日本军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曝光引发东京担忧 连环走路 一段展示日本军舰 停泊在神奈川县 横须贺海军基地的视频 在网上发布 据分析人士称 这段视频在日本防卫系统的 日本防卫大臣 正是其真实性的六周前 就已经网上流传 这段视频引发了对外国势力 可能进行情报收集的担忧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 国家对这一事件 极其忠实并呼吁开发新的防御措施 美国 英国 俄国 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也都报告了无人机的入侵事件 这一事件 无疑给日本的防御系统 敲响了警钟 无人机能够如此轻易地 进入日本的海军基地 这防御系统的巨大漏洞 这不仅引发了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担忧 也让人们质疑 其防御系统的有效性 日本防卫大臣对此表示 极其重视并呼吁开发新的防御措施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 这种情况并随日本独有 美国 英国 俄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也都报告了无人机的入侵事件 这表明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对全球各国的防御系统都构成了新的挑战 各国需要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这一新鲜的安全威胁 香港长州包升级 预计吸引6万游客宣传活动大幅升级 南华早报 香港一年一度的长州包升级 预计今年将吸引6万名游客比去年的4万人有所增加 待节日将在复旦日举行 今年的宣传意图大幅升级 包括一个展示包升级的无人机表演 尽管如此 一位当地的包子制作者 对游客人数的预期降低了20-30% 因为节日恰逢工作日而非周五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第二天需要上班 长州包升级是香港理想传统节日 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 今年的宣传活动显然更加丰富多彩 特别是无人机表演展示包升级 这无疑为节日增添了不少亮点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由于节日恰逢工作日 许多人可能无法前来参与 这也让一些当地商贩 对游客人数的预期有所降低 然而无论游客人数如何变化 长州包升级依然是香港的一大亮点 这个节日不仅展示了香港的传统文化 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 和体验香港独特风情的机会 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 长州包升级都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难忘的节日体验 在这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 国际关系与经济合作正面领住 前所未有的动荡有机遇 从韩中日三国峰会的筹备 到英国与中国之间的间谍案 再到日本汽车制造商与中国科技公司的合作 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 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交织 首先让我们来看谈韩国与中国之间的 外交动态直播 韩国和中国的高层外交官 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旨在加强双边关系 并未即将举行了 韩中日三国峰会做准备 王毅和韩国外长赵泰雍 讨论了峰会及双边关系的相关事宜 这两个国家希望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近年来 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积累的竞争 其与中国的盟友 其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两位部长一致同意继续合作 确保峰会在韩国市里开幕 这次会谈标志住 韩中两国在外交上了一个重要里程碑 多年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特别是因为韩国部署美国的 萨德反导系统而引发的争议 然而这次会谈显示出 双方都愿意放下成见 赵泰雍在会谈会谈会地区稳定和繁荣努力 赵泰雍在会谈后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峰会 能够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 推动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然而国际舞台上并不总是充满合作与和谐 这片1010近一篇报道提到 三名男子因涉嫌协助香港的情报机构 而在英国出庭受审 这三名男子上周被捕 现已获得保释 中国指责英国捏造指控 这是最近一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 下一次听证会定于5月24日举行 这起案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英国政府的证据显示 这三名男子参与了间谍活动 并威胁到国家安全 而中国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我们蹲置这种毫无意义的政治 这种毫无意义的政治操弄 这几事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 中英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经济领域 日本汽车制造商 也在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以应对市场挑战 这篇1010报道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 正在与中国科技公司合作 以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夺回份额 分点与腾讯 在人工智能核云计算等领域展开合作 而日产则与百度合作 开发爱技术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正值外国汽车制造商 面临来自中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之际 后者能够迅速推出技术先进的产品 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部分日本汽车制造商 甚至被迫削减生产和员工 或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这些合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交流 更是市场战略的重大调整 封廷的一位高管表示 对中国科技公司合作 是我们应对调整的重要一步 日产已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与百度的合作将帮助我们 在自动驾驶和智能汽车方面取得突破 满足消费者的期望 从外交到经济 这些故事共同编织出了一幅 现代国际关系与合作的复杂画卷 无论是韩中日三国峰会的筹备 还是中英之间的间谍案件 亦或是日中企业间的技术合作 每一个事件都展示了 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只有通过合作与创新各国 才能共同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 世界各地的事件和经济动态 都深刻影响住人们的生活 从香港的教育丑闻 到中国的货币政策 再到韩国的小商户困间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 人性的色彩和经济的复杂性 香港教师在武汉考察团期间失踪 另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一名教师在参加武汉的考察团期间 涉嫌求成被捕 至今未能返回香港 这位教师参加的考察团 是为先进教师组织的 形成包括参观当地学校和高端科技公司 然而这次学术之旅 却因为这些丑闻蒙上了阴影 网络上流传着这位中学教师 因为调查案件而被捕的消息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香港教育局已经要求 该教师及其所在学校提交报告 并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 制定了导游教师 遵守当地法律和规章的指导方针 这一事件不仅让人们 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产生了质疑 也让香港教育界面临出性无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次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何地 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 都是每个人的责任 人民币贬值不是明智之举 不透社被Induse指出 中国不太可能进行大幅度的人民币贬值 天官贬值可能会带来 出口和价格上的短期利益 中国政府更倾向于保持汇率稳定 避免大幅贬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回过2015年的贬值事件 中国政府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 那次贬值引发了严重的市场动荡 习近平主席也将强势货币 作为重力作为中国 成为作为中国 成为金融强国的一部分 因此更不会轻易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然而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在11月的选举中再次当选 并兑现他对中国商品 征收高关税的威胁 这可能会自然地导致 人民币的急剧贬值 就目前而言 人民币对美元的缓慢贬值 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是 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维持 国内经济的稳定 避免应汇率波动引发的金融风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 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自营商户在债务中压下增长 日经亚洲报道 随着币率上升 韩国的自营商户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债务压力 根据民主党议员金城铸 公布的数据 2023年第一季度 有11341名小企业主 无法偿还贷款 导致拖欠贷款的自营商户 总数达到72 815人 欧亚日报指出 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呼吁政府提供支援措施 帮助这些小企业主关闭业务 并在经济其他领域找到工作 这些自营商户的困境 反映了韩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 和消费疲软的背景下 对于这些自营商户来说 债务压力不仅影响了 他们的经济状况 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造成了巨大影响 许多小企业主 在面对无法偿还贷款的困境时 感到无助和绝望 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帮助这些人渡过难关 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 这些故事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他们共同反映了 当今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无论是个人的道德选择 国家的经济政策 还是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每一个事件 都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引发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深思 并促使我们寻找解决之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 通过支持一家法国银行 被欧盟竞争对手收购 以推动欧洲金融一体化 日本时报报道 马克龙在接受 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整合适欧洲与其他 全球经济强迫竞争作变 他一直试图说服其他 欧盟领导人支持他的改革计划 包括减少监管 并提升欧盟的金融实力 马克龙的这一举措 不仅是为了增强 法国银行业的竞争力 更是为了在全球进舞台上 提升整个欧盟的地位 与此同时 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巨南花早报 大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种能够模拟 分数异常量子 或效应的人工量子系统 这一现象 之前被认为仅限于电子 研究团队利用光子 在常温下复制了这一现象 而无需强磁场 他们将16个等比字体 排列成4X阵列 使光子更易于操控和观察 这一特学杂志认为 是实现容错量子计算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 这支中国团队 此前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原型量子计算机 展示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钟表界 今年的钟表与奇迹展览会 展示了最新的复杂功能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IWC1国表 推出了葡萄牙用恒之力表 这款手表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计算 略项显示 在4500万年内 仅有一天的误差 既加Jagal Culture的 Hellio Terrible Unperpetual 拥有双唇东西 驱动三轴陀飞轮行踪机构 而雅典表 Bill Synergen的FreeCast Nomad 配备了两个图有达阳汪测纹的震荡器 和一个旋转的集约式 基板上的分钟指示器 泰哥豪雅Tag Ewer 则推出了Monaco Split Second Setting 这款手表允许佩戴者 同时即使两个事件 僵尸丹顿Vagran Constantin的 Berkeley Grand Competition 怀表则拥有63个复杂功能 成为展会的亮点之一 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突破和创新 展示了人类在科技和工艺上的不断进步 无论是马克龙推动的欧洲金融一体化 还是中国在量子计算上的零先研究 亦或是中表界的复杂功能创新 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树立了新的标杆 推动着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这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世界中 各种事件不断上演 从文化遗产的破坏到全球汽车工艺的变革 再到国家安全的警报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深刻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看谈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 文化遗产的破坏 百年龙和佛教圣塔的悲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在维都利亚州中部一场破坏狂潮 席卷了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 两条历史悠久的游行龙和一座佛教纪念碑 遭到了严重破坏 大本地歌诗报告称 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和女子 将一种游行物质 倒在了金龙博物馆的两条游行龙上 这些龙已有百年历史 这次破坏了损失 估计约为十万美元 这对破坏者还破坏了 附近佛教纪念碑的雕像 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警方已经公布了协议院的照片 并呼吁公众提供任何 可能帮助调查的这些事件 博物馆和纪念碑仍然对外开放 继续迎接游客 这些雕像和游行龙 不仅是文化遗产 也是社区历史和身份的一部分 这次破坏不仅是对物质财产的损害 更是对社区精神的打击 当地居民和文化保护者 希望通过修复工作和加强安全措施 来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让他们继续传承加剧 欧洲汽车制造商应对中国电动车的挑战 日金亚洲 美尼TASIA亚洲 在这一集中 日金亚洲的记者 爱丽斯 法兰西 瑞安隆 巴特利特 伊玛德加瓦和梅利斯 佩尼拉苏斯 探讨了欧洲汽车制造商如何应对中国在电动车 EB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一话题在全球汽车行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因为中国在EB技术和市场份额方面的领先地位 对欧洲汽车制造商构成了巨大挑战 记者们深入探讨了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各种挑战 包括技术落后 市场份额下降 以及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在采取多种策略 包括与其他公司合作 增加投资以及寻求政府支持 例如德国的福斯汽车公司 已经与中国的比亚迪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 欧洲各国政府也在加大对电动车产业的支持力度 提供各种补贴和借力措施 以措施以促进本土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这一系列措施显示出 欧洲汽车制造商在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时 正在积极寻求变革和创新 随住全球电动车市场的不斗汽车制造商 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 将对未来的全球汽车行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安全的简报 拜登禁止中国比特币矿场 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下令一家公司 关闭并出售其位于怀俄明州的加密货币矿场 这家公司由中国人拥有 这个矿场靠近一个控制核武器的空军基地 因而被视为潜在的间谍和监视风险 此前微软曾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报告了这个矿场 警告说它可能会使中国进行情报 收集型情报收集行动 加密货币挖矿操作 需要消耗大量电力 并设计高性能计算机 每秒进行数万亿次计算 所以决定反映了美国政府 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在涉及敏感军事设施的情况下 埃登政府的这一举措 旨在减少外国势力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加密货币行业的复杂性 和潜在风险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不断扩展 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加谨慎的管理和监控 这一领域 以确保安全和稳定 总结来说 这些事件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到全球工业的变革 再到国家安全的维护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在面对变化和挑战时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积极应对 才能确保未来的稳定和繁荣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员学者科学家 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